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們接下來呢 繼續來對於第四章國家 這個制度方面來進行討論 那麼當然我們都了解 第四章的國家裡面 那麼除了課本內容介紹的 所謂的國體的概念之外 另外就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制度的設計 就是關於選舉制度 我們從上上週開始來特別探討選舉制度 那麼在上上週呢 我們首先對選舉制度分為三大類 就是黑板上所寫的多數絕制 比例代表制以及混合制 那麼在前兩個星期呢 我們已經針對了多數絕制跟比例代表制 大致上做了一些介紹 那麼今天我們繼續來探討的是 關於混合制的選舉制度 以及各種選舉制度的政治影響 以及目前台灣的選舉制度的 一些政治上的效果等等 我們還是回歸我們台灣本身的一些 實際的一些運作狀況 也要跟同學員做一些介紹 這是今天上課 最後一次上課的主要的一些內容 好我想呢 我們在前兩週 我們已經介紹過玩多數絕制跟比例代表制 那麼我們記得在上上次上課呢 我們也說過 那麼從二十四大戰結束完之後 那麼選舉制度的演變 它的歷史過程從多數絕制先開始 到了十九世紀末呢 比例代表制針對多數絕制的缺點 因運而生 那麼到了一九二零年代的時候呢 多數絕制跟比例代表制 已經可以分庭抗禮 成為全世界最重要的兩種選舉制度的一種選擇 那麼而從一九四九年當時的德國 這二十四大戰之後首度所舉辦的民主選舉 那麼因為一些國內政黨政治的一些狀態 比如說小黨跟大黨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利益的考量 所以德國呢從一九四六年開始首創所謂的混合制 首創所謂的混合制 但是呢當時德國一九四九年第一次實施之後 它只是一項特例 因為除了德國沒有其他國家實施 所以呢這個制度呢 往往在政治學的教科書裡面 也不會單獨介紹它 只是現在還是以多數絕跟比例代表制為主 只是把德國的制度的作為一個特例 稍微介紹一下 但是我們以前也說過 從一九八零年代之後 隨著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之後 許多的新興民主國家 也選擇了這種非常特殊的混合制 希望把多數絕跟比例代表制 放在一起的這種制度 那麼所以從八零年代之後呢 所謂的混合制呢 突然受到了很多國家制度選擇者的青睞 而成為目前來說 已經可以跟多數絕跟比例代表制 可以頂著而三的另外一種重要的選舉制度 目前大概全世界有大概有三四十個國家 有三四十個國家 在全國的層次 或者是地方的層次 選擇了所謂的混合制 好 這是我們對於混合制的一些簡單的說明 那麼混合制呢 如果我們再把它進一步分為兩種次類型來說明 第一種呢 其實在德國一九四十九年 它第一次所使用的混合制呢 很多的學者當時並沒有把它單獨獨立出來 還是把它視為是一種比例代表制的一種特例 為什麼呢 因為德國那種制度呢 我們現在把它稱為叫做聯力制 好 叫做Mixed Member Proportional System 簡稱叫MMP 你從這個英文的意思可以了解 它是一種混合的比例代表制 在英文的名稱裡面 所以呢 很多學者 基本上還是把它視為一種混合 所謂的比例代表制的一種特別的一種形式 只是容納了一些區域的一些議員 它還是以混合制各黨的得票率 作為計算標準 我們等一下會來演算給各位看 那麼後來一些國家 包含日本 台灣 韓國這些國家呢 俄羅斯 他們所使用的叫做俄羅斯政經又改了 普京上台之後呢 最近又改了一些制度 俄羅斯最近又改成比例代表制 我們不講 如果各位以前的高中課本 寫的俄羅斯是並立制的 已經過去了 俄羅斯現在又回到比例代表制了 那麼這樣子的制度的話 我們稱為Mixed 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 簡稱叫MMM 這不是巧克力的名稱 那麼請注意一下 看了英文就知道它是一種混合的 以多數訣制為主的一種制度 是以多數訣為主的一種混合制 而下者呢是以比例代表制為主的一種混合制 其實從英文名稱裡面就非常的清楚 當然在中文裡面我們稱為病例跟連例 它的這個取名也有它一個意義的 我們等一下會來進一步來說明 為什麼會取名叫病例制 為什麼取名叫連例制 那基本上這種方式也是從日本翻譯過來的 是日本所使用的 我們就是連續使用 台灣過去都叫什麼彈衣選區兩標制 根本沒有區分什麼病例連例 但是事實上這兩種計算方式 是有很大的差異性的 好 那我們就把這兩種次類型呢 在這邊進一步來加以說明 首先我們說過呢混合制已經成為80年代之後 目前全世界大概有三四十個國家 所使用的一種選舉制度 而這種選舉制度呢 首先我們來說明的是 它在基本上顧名思義 它是一種多數訣跟比例代表混在一起 但是在席位計算的方式上呢 卻有很大的一種差異性 那麼所謂的病例制 為什麼叫病例 它的意思呢基本上就是 就是把多數訣制的跟比例代表制的兩種制度 同時實施 分別的產生不同的議員 它全對就是兩種制度並行的一種制度 所以叫病例 我們等一下用實際的例子給各位看 它是多數訣制的部分產生若干的議員 比例代表制的部分也產生若干的議員 然後兩個加起來 好 這個叫病例 是分開兩套制度並存在一個國家裡面 所以叫病例 那所謂的連例制呢 我們等一下當然會用實際的例子說明 基本上它還是以所謂的政黨票作為計算標準 以政黨票為主 然後扣除掉一些政黨 它在區域裡面已經獲得的席次 剩下的在補它的差額 所以它的多數訣制的當選名額跟全國的政黨得票的比例之間是連動在一起的 彼此之間是高度相關的 所以叫做連例制 它的中文名稱事實上它有特別的含義的 當然我們從實際歷史就會看出來為什麼會叫這樣的名稱 一個是純粹是兩套制度並行 毫無相關 各自當選的席次之間沒有關係的 但是呢在連例制之下的話 事實上二者之間是高度相關的 那麼不分區的部分你可以獲得多少席次 是要視你在多數這個所謂的區域部分已經當選的席次多寡而定的 所以二者之間是高度連結在一起 所以叫做連例制 好這是它的一個名稱的由來 那麼我們就以一個例子來說明 在連例制跟並例制之下如何來分配各政黨的席次 同樣的我們還是以同樣的例子來說明 在不同的制度之下它可能對於政黨的席次的獲得的多寡 有可能造成不同的一些影響 因為我們是有很多的有機器 所以大家在這間佔同樣的席次的領域 我們是這次的資格 我們是有很多的一個有機會 我們是有很多個有機會 我們是有很多的 所以我們是有很多的 照顧及的地方 我們是有很多的可以有很多 我們是有很多的部分 我們是有很多的區域 在這間佔同樣的區域 好 詞曲 李宗盛 谢谢大家 好 我们以黑板上的例子呢 来说明这个所谓的混合制之下的 采取并立制或者是连立制 那么它的席位分配方式的差异 那么这个例子是这样子 假设某一个国家的国会 总共有200席 那么一半一半 100席采单一选区 相对多数决志选出 另外100席呢 是采比例代表制 好 我们用台湾最熟悉的 叫做黑耳基数最大于数法 就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来分配席次 那么这是一半一半 这是目前德国的方式 德国目前国会总共有598席 其中299席是单一选区 另外299席是采取别例代表分配 但是他们是以各个邦为这个标准来分配的 那么但是德国目前就是这样子 一半一半 那台湾当然是 我们知道单一选区的部分比较多吗 我们110席里面的话 区域部分73席 那部分区才34席 另外还有6席的是原住民 这我们等一下会来加以介绍 那么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现在有四个政党 分别得到的选票是 当然这边目前采取了两票制 就是一票投区域立委 一票投全国部分区 假设这样子 那么四个政党的政党票的部分这样子 A党得到40%的政党票 B党得到35%的政党票 C党得到20%的政党票 D党得到5% 所以总共加起来是100 我们现在不考虑所谓的门槛 就算定了5%的门槛的话 这四个政党也都超过5%的门槛 那么区域的部分100席呢 分别是A党 这个最大党拿到了100席里面 拿到48个选区的获胜 那么B党32席 C党8席 D党12席 总共100席 这是这两个政党 分别得到的政党票 跟所谓的区域的选区的席次的分配 如果说我们目前所采取的是台湾 以及日本的所谓的并立制 并立制 那么这四个政党的总席次 各应该是多少 那么在所谓的并立制之下 我们刚才说过 纯粹就是两套制度分开计算 然后加总就是一个政党的总席次 两套制度之间毫无关系 所以如果是并立制的话 那么区域部分 这100席已经分配完毕了 100席每个政党各得到多少席次 那政党的席次怎么分配 那么他们计算的方式就是 政党的部分剩下100席 就以每一个政党的得票率 来计算看各分到几席 那我们说过呢 我们所采取的黑而急速最大 语速法最简单的 所以呢 A党在政党100席里面 A党得到40%的选票 因此呢A党可以分到几席 40席 B党分到几席 35席 C党20席 D党5席 所以总共100席分配完毕 40乘以100 35乘以100等等去这样加起来 这是正党的部分可以分到的席次 那这是区域部分已经分到的席次 所以呢每个总席次就是两个相加 所以A党呢就是40加48 所以A党呢总共可以分到88席 B党是35加32 所以B党总共可以分到67席 C党是20加8 所以它总共分到28席 D党是5加12总共分到17席 然后呢这个席次当然就是200席 好200席全部分配完毕 这是目前台湾 日本 好过去的俄罗斯 这些国家所使用的一种席位分配方式 我们称为叫做并立制 我再强调所谓并立制就是两套制度呢 分开计算席次 然后加总起来就是这个政党的总席次 二者之间是毫无关系的 好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所以叫做并立制 好这是第一种我们所说的混合制之下的一种席位分配方式 那么我相信呢在座同学大部分呢对这个都已经蛮熟悉的 因为我们现在才发现高中课本这个都已经有教了 本来没有教的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现在已经教到我们大学都不想要教什么 那么并立制的席位分配方式 而另外一种呢我们称为叫联立制 就是以德国为主的 德国为主的这样子一种制度 德国啊 纽西兰啊 这些国家 当然像德国我们刚才说过 事实上它是以各个邦为计算单位 德国也有门槛 它是5%或3席等等 这个我们都不管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用最简单的 还是用这个同样的例子来看看 如果说是在德国的联立制之下 又如何来计算各政党的总席次 那么每个政党还是一样 40% 35% 25% 20% 5% 然后呢选区席次是这样子 但是总席次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我写到这边来对照看一下好了 首先我们刚才一再强调 所谓联立制呢 它就是以政党票作为计算的标准 它是以政党票作为计算标准 以政党票来算出每个政党 它应得的总席次为若干 然后呢扣除掉它在单一选区 已经获得的席次 然后呢看剩下多少 再补偿它若干的席次 所以有些学者把它称为叫做补偿制 它是一种补偿的方式 扣除掉计算总席次之后呢 以比例代表的方式计算总席次 然后扣除掉在单一选区已经获得的席次 看差多少 这一关在补它多少 来达到那总席次的标准 而他们计算标准是 比如说这个国家 国会总共有200席 而A党得到40%的选票 我们这边还是采与黑尔最大余数法 那么如果是200席得到40%的选票 算出来是应得到80席 然后B党在200席里面 他得到35%的选票 所以他应得70席 C党得到20% 所以他应该得到的是40席 而D党5%的话 他应得10席 好 这是联立制 是以每个政党的得票 乘以总席次 乘以总席次 乘以总席次的200 所以我们刚才说过 刚才并立制的话 是以各个政党得票 乘以比例代表部分的100席 但是呢 在联立制之下 是以每个政党得票 乘以总席次的200席 一个乘以200 一个乘以100 这个地方是最大的差异性 这是最大的差异性 所以呢 A党 按照他得票比例 他应该分到80席 但是呢 他已经在选区里面得到了48席 他已经得了48席 所以呢 再补偿他多少席 再补偿他就是80-48 所以另外呢 再补偿他 他的所谓的比例代表的席次呢 他应该再补偿他32席 这是补他的 他应该得到80席嘛 那已经在单一选区获得48席了 所以再补你32席 掐起来是80席 那B党呢 你已经得到了70席了 那么你在区域部分 已经得到32席 所以呢 不分区的部分 離代的部分 再补你38席 所以请注意在这边 B党 得到的补偿的席次 比A党还多 所以他 他结果35%的选票 他40选票 可是在不分区的部分 他补了38 比他补了32还要多 那 C党总共应分到40席 他只在8个单一选区获胜 所以另外再补他32席 那D党呢 他应该得到10席 可是他已经在12个单一选区获胜 那怎么办 那就12个里面两个人 自愿告退 不可能嘛 他们已经当选了 他已经在12个单一选区当选了 可是他总共才应该分到10席啊 那怎么办呢 当然这12席就保留起来 那么不分区的部分 就不再补了 等于就多了两席 所以这个部分呢 他就不再补席次了 不分区的部分 他就分到0席 他单一选区已经当选了 那当然只好当选 所以这时候呢 总习是多少 A党32加48 A党总共80席 B党38加32 总共70席 C党32加8 总共40席 而D党呢 0加12 D党总共分到12席 所以呢 总习是变成202席 怎么总习次超过了 英分的习次 总共才200席 怎么最后加起来变202 好就是D党 他等于说多了 多了他应得的习次 当然这个部分就保留下来 所以说像德国的联利之下 有可能最后所分到的 各政党的总习次加起来 比他法定的习次还要多 比他法定的习次还要多 那么举例来说 像这一届 德国的国会 我们刚才说过 目前德国是598席 国会的总额 这是目前德国598席 其中299席单一选区 299席比例代表 但是目前如果各位去查一下 德国目前的国会的话 我记得是 目前德国实际上 国会的议员数目是610多席 610多席 多了十几席哪来的 就是我们说过有一些小党 他在区域部分已经当选的习次 超过了他应该分到的总习次 那只好保留下来 那当然德国有一些区域性的 像什么 巴伐利 农人党之类的 就在德国南部 他们只是具有区域性的 很庞大的影响力 可是他在北德地区 什么都都不会得到什么习次 可是他在区域里面 可能获得习次很多 超过了 他的区域 那个部分的区域 当选很多习次 超过了他在全国的部分区里面 应该分到的习次 满多的 所以就会造成 目前德国的话是610多席的习次 这种状态 所以在联利之下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当然也因为在台湾 我们等一下会说明 台湾目前的话 我们的总习次 113席是明定在宪法里面 其实很少有国家 把国会的总习次定在宪法里 定得死死的 所以当时很多学者讨论说 我们台湾是不是采取联利制 病例制 后来一看都很难 为什么 因为定在宪法里面 所以很多学者就说 你看看 你在采取联利制的话 可能总习次会超过113 违宪 宪法里面规定就113 等等这种方式 所以现在比较难动 但是像德国的话 我们只是告诉各位 以这个例子告诉各位 他是有可能 最后的习次是超过应有的习次 而病例制是不可能 病例制你怎么算 都一定是符合那种习次 不可能超过 但在联利之下 是有可能会超过 这是第一点 各位必须了解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性 第二者 你也可以比较一下 在病例制跟联例制之下 其实对于各个政党而言 他获得习次 多寡也是有差异的 比如说最大党的A党 他在病例制之下 可以囊刮88席 可是在联例制之下 却只有80席 少了8席 那其他的政党 好像在联例制之下 都比病例制之下多一些 当然从这边你隐约可以感觉到 事实上也是如此 就是说病例制 因为他全会是两套制度 分别计算其次 基本上呢 对于大党是相对是比较有利的 对大党相对比较有利的 因为大党呢 他在单一选区部分 本来就比较占优势嘛 本来在单一选区里面 他就会获得比较多的习次 而不分区的政党比例代表部分 他也可能会靠到大党所得到的 相当比例的得票率 又分到若干习次 所以基本上一般说起来 病例制的话 对大党相对是比较有利的 那联例制的话 他可能在单一选区 没有办法获得习次 他只有靠比例代表的部分 来获得若干习次 所以联例制相对对小党 是比较有利的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 为什么呢 因为还要视两者之间的 就是说分配比例而定 如果说像台湾日本这种 以所谓的区域部分为主的 单一选区制为主的病例制 那当然对大党更有利 因为它的部分区部分 还不是像德国一半一半 对不对 部分区域像台湾 它占30%而已 区域部分占70% 那像这样子的话 当然对于所谓的大党 是更加有利 因为区域部分主要都是大党的天下 可是也不一定 我们说过要视比例而定 某一些国家 我记得像是 尼日吧 那尼日是个比较特别的 除了尼日还有好几个国家 他们采取的病例制或联例制 或者怎么样 比如说他们的病例制 它的区域部分占的比例很少 它是比例代表的部分占了很多 那这样子的所谓病例制的话 就未必是对大党有利 所以还要看两者之间的比例 各位了解意思吗 如果说一个采取病例制 它的部分区域部分占了百分之80 区域部分只占了百分之20 那当然相对的大党就逃不到什么便宜 那还是一个所谓的 以比例代表制为主的一种病例制 所以一般有一些教科书写 病例制绝对对大党有利 其实这句话是要打问号的 这句话是要打问号 基本上像台湾日本这种 以区域占的比例很高的这种病例制 它会对大党有利 因为区域部分的单一卷屈制 那基本上是完全是大党的天下 那以我们这个例子而言的话 正好一半一半的话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这种情况对大党相对的也是比较有利的 这之间的联动 在这边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这是关于所谓的联例制 跟病例制的介绍 同学了解吗 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刚才说过 目前大概全世界的国家里面 像我们刚才说的台湾 韩国日本这些国家的话 东亚这几个国家大概都是病例制 我们大概都是从日本那边得到一些启示的 那像德国纽西兰的话是采取联例制 那么这是我们所了解的状况 目前大概全世界我们说过有三四十个国家 采取这样子的一种制度 那再进一步说明的话 其实在联例制跟病例制之下 还是有很多国家有不同的一些设计 举例来说 我们刚才所说的德国 纽西兰或者是日本 他们都有所谓的dual candidacy 所谓的双重候选制 对 我们说过像是德国 纽西兰或者是这个日本这些国家 他们有所谓的双重候选制 什么叫双重候选制呢 就是说一个候选人 他可以同时的列名在 政党比例代表的名单上 同时他在单一选区参选 他可以两边参选 那两边参选的话 如果说他在单一选区获胜了 那么他在政党名单上就剔除 从后面来逮捕上去 这个叫做 这个所谓dual candidacy 所以所谓的双重候选制 目前德国纽西兰日本这些国家 大概都有这样子的制度 台湾是没有的 台湾你必须选择一个嘛 你要在单一选区参选 还是要列在不分区名单上 不能够重复的 但是呢 在这个 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国家 他是有所谓的重复候选 或双重候选制 那这种制度有什么样的利弊呢 基本上当时的德国会采取 所谓的双重候选 或重复候选制 他的目的主要是希望 保护一些小党的候选人 让每个政党的一些 重量级的政治精英 都有机会进入国会 到底国会总是要呈现 一个社会多元的面貌 一些小党的 这个所谓的党魁 或者重量级的一些候选人 也有机会进入国会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像德国来说的话 很多的小党 他们的党魁 或者说具有高知名度的一些 政治人物 他们可能为了这个 小党的这个 比如说宣传或扩大 他们也必须 义无反顾的领军 在区域参选 去要跟大党的候选人对决 在区域部分 至少在自己的家乡 可是呢 他们也知道 他们在区域部分参选 很可能多半都要当炮灰 都阵亡 因为单一选区的话 小党不容易获胜嘛 但如果说这些人 他们如果说到区域参选 都阵亡了 那他们的政党名单 要列什么人 那列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 那更奇怪 重量级的人都落选了 然后名不见经传 可能透过政党比例的部分 又进入国会 这看起来蛮奇怪的 但如果说这些 具有知名度的 具有竞争性的候选人 都躲在部分区名单里面 那他们的区域要谁选 很多人就说你们这些人位战 每个都靠部分区当选 区域部分你们都不肯去那边开疆辟土 这个率先 为表率去区域参选 所以对他们而言的话 其实是两难 那么 所以说后来德国发展出 双重候选 让这些小党重量级 具有知名度的候选 他们一方面呢 可以替小党开疆辟土 去单一选区参选 说不定还有一千人会当选 自己在自己的家乡 等等等等 而如果没有当选的话 他也可以透过政党名单 仍然进入国会 成为在国会里面 跟其他政党组阁啊 干嘛谈判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筹码 所以说他们是为了保障 优秀的小党的参选 使他们都能够进入国会里面 呈现国会中间多元的声音 所以有所谓的双重候选制 举例来说 那时候1980年代的时候 德国自由党一个党魁叫根社 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党魁 那么自由党是德国的小党 大概第三第四大党 那么根社呢 他升为党主席 所以他当然必须要代表这个政党 至少自己的家乡参选 可是根社呢 当时又是在联合内阁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德国 从二次大战结束完到现在 没有一次是有政党过半数的 每次都联合内阁 那根社呢 因为自由党嘛 他是属于中间性的政党 所以他每次联合内阁 他都能入阁 无论是基民党组阁 或者是社民党组阁 他都有机会进入内阁 然后长期担任德国的外长 当时的一个冷战时期 当时德国的外长的角色非常重要 在整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 合纵连横等等 所以这么一个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他也不可能每天回他的选区去里面 跑行程 对不对 混商机进去参加嘛 所以他都是忙于外交事务 而每次选的时候呢 他在他自己的选区都落选 然后呢但是透过不分区名单 他排名第一名又进入国会 可以继续跟基民党 或者是社民党来组成联合内阁 所以像这样子的政治人物的话 就是在双重候选制之下的话 还是有机会 尤其在内阁制之下 继续活跃于所谓的国会的殿堂 跟政府组成的过程里面 后来这个制度呢 所以双重候选制 也给日本学习了 纽西兰也学习了 可是在日本的时候呢 就成为很多人被怎么样 被评论为这是一种所谓的候选人 脚踏两条船 买双重保险的做法 很多候选人 这个像如果各位看 像上上个礼拜日本大选是一样 很多的重量级的元老候选人 在自己的区域被后生晚被击败了 又在部分区域里面又复活了 他们叫复活又复活了 那很多人说你们这些人真的是老不死 区域都选不过人家了 靠部分区复活 你们实在还具有什么代表性呢 那当然也因为如此 会造成很多的政党怎么样 所有的区域候选 全部都部分区里面列名 那真的是买保险 万一区域不幸败了 这部分区里面可能又能够当选 所以这个同样的制度 在德国被视为是一种保障 各个小党的政治精英 都进入国会的一种良善的设计 可是到了日本却被评为 是一种所谓的政治柔误 买双重保险的一种做法 而日本人也的确都是如此 当然有一些小党还是如此 我记得像日本的像共产党 他们几乎所有的候选人 全部都在区域参选 为了自己的政党要打开这个局面 可是他们全部都在部分区列名 就是都是两边 小党可以这样做 可是大党就会被讥笑 这个是买双重保险 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制度实施的时候 那时候日本有一个首相叫乔本龙太郎 乔本龙太郎也是一样 身为首相 自民党当时的首相 他在自己的选区参选 他也在部分区里面颠第一名 就被他的对手猛力抨击 猛力怎样抨击呢 就是说乔本龙太郎一定会当选嘛 对不对 部分区第一名的一定会选得上嘛 那不如呢呼吁选民 区域里面都投给我好了 让我当选 那乔本呢在部分区里还是照样会当选 那我们一个选区选出两个议员 为大家服务不是很好吗 那乔本一听就蛮紧张的 身为首相 万一自己的选区落选了 那还有什么脸 不是什么脸 那可能就会被人家弄掉了 可能干不了首相 选区都选不赢了 还做什么首相 后来乔本龙太郎 毅然决然怎么样 自己请命放弃部分区 在单一选区跟你做男子汉的对决 因为被逼没办法 否则的话 真的很多选民会听对手的话 我们选区刚选两席不是很好 所以选区就投给另外一个 策略性投票投给另外一个的话 他就完蛋 所以他后来只好忍痛放弃部分区 所以日本有很多这样的争议性 到底双重候选制度好不好 而这个制度在台湾当时在谈的时候 也有在谈 台湾也有些人说 我们要不要弄双重候选制 可是一提出来 几乎一面倒的反对 那台湾就说 哎呀你看看日本 对不对 这就是候选人买双重保险的能够做法 所以完全就 一下子就议题就过去了 大家不愿意采取这个制度 就怕被人家说 你是投机取巧 要买脚踏两条船的做法 所以在台湾这个其实在国外 利益良好的制度 在台湾几乎没有讨论 就很快就根本就删除掉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小党的话也蛮辛苦的 很多小党的话 你必须一些 稍具有知名度的候选人 如果你选择去区域参选的话 像我们看看像上次 今年年初的话 绿党就如此嘛 绿党几个 像各位的学长 什么潘汉生 几个稍具有知名度 都要去区域参选 那不分区列业的人 大家都不知道是谁 那对于绿党争取 整体的政党票 又没有太大好处 所以像绿党这种党的话 如果说他们的一些 几个还具有知名度的人 又可以在区域参选 又可以在不分区列民的话 当然对这个政党相对是比较 比较有帮助的一种发展 可是台湾目前没有所谓的双重候选制 另外在这边 我还要特别说明的是 我们跟日本有很大的差别是 日本不仅有所谓的双重候选制 日本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东西 叫做习败率 日本的制度呢 目前除了有所谓的双重候选制之外 他们还有什么叫做习败率的规定 这是日本独创的 叫做first loser margin 什么叫习败率 简单的说 所谓习败率呢 就是指着日本每个政党 因为他们采取的是封闭式的政党名单 也就是那个名单的顺序是由政党内部来决定 跟台湾一样 谁排第一谁排第二 可是跟台湾一样 谁要排第一谁要排第二 其实党内摆不平 那摆不平怎么办 后来他们很天才 发明了一个习败率 就是说我们政党的内部名单的顺序 交给选民来决定 我们刚才说过他们是双重候选 对不对 如果说你在区域部分落选了 那谁应该在不分区能够复活 是比看谁败的比较可惜 败的比较可惜的优先复活 这什么意思 好 我们用个例子来说明好了 首先我们说明的是呢 日本跟台湾一样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 他们所采取叫做封闭式的证明 名单叫close party list 好 所谓的close party list 就是封闭式的政党名单 他的意思就是指着政党名单的顺序 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谁排第三 完全是由政党内部决定的 然后呢到时候试他们应当选名额多寡 像我们上次说过嘛 这次1月14号 民进党不分区总共分到13席 对不对 他的不分区名单里面 第一名到第13名就当选 那第14名就落选 前13名当选 选民没有办法决定他的顺序 完全是由政党内部决定的 那每个政党内部有不同的决定方式 这叫封闭式政党名单 也就是说选民对于每个政党的名单的优先顺序 是无从智慧的 可是事实上大部分的欧洲国家 是采取open party list 是采取开放式的政党名单 也就是说选民除了签选政党之外 还可以签选政党名单内的候选人 每个候选人以他各自得到选票的多寡 来决定当选的顺序 比如说某个政党他可以分到15席 那哪15个当选呢 就是看这候选人里面 他们各自的得到选民的票数的多寡 来决定当选顺序的 这个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 好这个很复杂 我们就稍微带过去就好了 那我们上次也说过嘛 有些国家还允许选民可以挑选 同一个政党里面 你挑选A党 你在A党里面可以挑选一个候选人 有时候选民 一些国家还允许 你挑选A党 你在A党里面可以挑选两三个候选人 甚至还有国家允许 像我上次说的像瑞士 你挑选某个政党之外 你还可以在不同的政党名单里面 挑选若干个候选人 你很喜欢马英九 你也很喜欢陈水扁 你也喜欢谁谁 你可以跨党的挑选不同候选人 甚至像瑞士跟卢森堡 还可以允许你同一个候选人 可以投他两票 对不对 你太喜欢他了 决定投给他两票 让他更多的机会当选 这个在很多国家 有非常不同的设计 不是说像我们台湾一样 全部都是封闭式 不是这样的 才有封闭式国家 国家其实不多 只有我记得像荷兰 德国 西班牙 以色列 少数几个是封闭式政党名单 其实大部分国家还是可以 即使欧洲国家 你说投给政党 我只能说以政党为主 基本上还是可以允许选民 可以有机会 签选候选人 那我们现在我们跟台湾 跟日本都是封闭式 那日本呢 我们说过 它是双重候选 加上席败率 它怎么样设计 比如说 它某个政党 名单是这样排的 A 排名单第一顺位 然后BCD 三个人 共列第二顺位 哇 这多好 解决政党内部的排名的 这个冲突吗 然后E 列第三顺位 假设啦 假设呢 这个政党 按照政党名单 当选了 总共呢 当选三席 当选三席的话 那怎么办 那A当然就当选了 对不对 那B 假设啦 B也当选了 这样说好了 就是 你必须列在 同一顺位的候选人 你必须要在区域参选 你必须要在区域参选 我们这样说好了 他应该当选两席好了 那A的话 没有条件的 假设A呢 他没有在区域参选 他单独列第一顺位 那么他就当选 那第二席 BCD三个人 列到同一顺位 然后他们也在区域部分 也有参选 那到底第二席要给谁 假设呢 那BCD三个人 B这个人 他的区域也已经获胜 那就没有话说吧 区域部分当选了 对不对 就等于说去掉了 那C跟D两个人 他们的区域也都落选 那到底第二席要给谁 这时候就要看 C跟D两个人 谁在区域里面落选的 比较可惜 这什么意思 比如说C在他的选区里面 C在他的选区里面参选 他总共获得一万票 D在他选区里面 获得了八千票 可是 可是 如果说 C的选区里面 当选者 当选的那个人 是获得了两万票 当选的 而D的选区里面 当选的那个人 是获得一万票当选 所以说C落选了 但是他的得票 只是当选人的百分之五十 对不对 D也落选了 可是他的得票 是他当选人的百分之八十 所以绝对票数 一万虽然比八千多 可是呢 似乎D比C更可惜 所以说 D当选 这叫习败率 各位了解意思吗 所以比谁败的比较可惜 他们可以把 都在区域参选的人 列在同一个顺位 像我刚才说 我像日本共产党 他可能在某个区域里面 他十个人参选单一选区 十个人全部列在第一位 大家就要比嘛 在十个人里面 如果假设他们不分 就会分到三席的话 就看哪三个人 在自己的选区里面 是败的比较可惜的 距离那个 所谓当选者 差多少票数的比例 来决定谁当选 这个叫做习败率的规定 这是日本非常特殊的制度 而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更容易让一些政治人物 除了脚踏两条船之外 还有很多人会怎么样 已经被区域被选民淘汰了 可是在不分局里面又重新复活了 如果各位看看前两个礼拜报纸 很多的那些老政治人物 都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会重新复活在当选国会议员 当然这个制度在日本呢 正反两方意见批评都满多的 这是目前这个制度 跟台湾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性 叫做习败率 那日本是又有双重候选 又有习败率 这是跟我们又有很多的不一样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个课继续加以探讨 related 接她在这种情况下 至于里面 见证法 要浅 这边 在境界 悌� 指挡 香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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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 我们放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时候 感谢观看 我们在说 中间 感谢观看 你没有动机 如果對方不變而你單獨改變的話 你只會輸 好 這是沙灘賣兵 這兩個兵店最後會逐漸靠到中間 可是軍領點它所代表的意義就是說 只要對方不變你就不想改變 所以沒有人想要改變 可是軍領點的產生 不見得對所有沙灘上的顧客都是最好的 請搞清楚哦 當然距離他們很近的人感覺很舒服對不對 買冰好方便 可是你看看這些人呢 他本來只要走四分之一公里就可以買到了 可是他現在被迫要走二分之一公里 才買得到冰水 這些人也是一樣 對不對 所以不是對於所有的顧客的福祉都能夠提升 有些顧客的福祉因而提升 有些顧客不見得會高興 不是所有人都會battle off 所以我們剛才說過這群顧客 除非你從此不喝飲料 可死在那邊 否則你要買你就只好 往這邊買 雖然你很生氣 怎麼距離我越來越遙遠 你本來距離我還滿近的 怎麼距離我越來越遙遠 可是我們知道呢 當雙方A跟B往中間靠的過程裡面 誰不向中間靠誰就輸了 而當雙方同時落在中間的時候 誰先離開誰就輸了 這是什麼 其實我們十張選舉裡面所說的中間選 當兩個政黨主要候選人對決的局後的時候 兩個政黨的候選人都會向中間靠 誰站我的中間誰就會獲勝 當然你往中間靠的過程裡面 可能會得罪原來的所謂的基本教義派 無論藍或綠他們很不爽對不對 你怎麼不喊台獨了 你怎麼不喊中華民國萬歲了 但是你怎麼不會氣到投給對方嘛 除非你們巨頭 像藍軍的選民最喜歡巨頭 看到馬英九感性不好 我下次就不投了 可是我們知道綠軍的選民 無論如何他們都會喊來投票 沒有 這台灣選舉制度的一個 選民的一個很有趣的偏好 藍軍的支持者不管怎麼樣 就整天罵馬英九 罵了最後就不投票了 很多藍軍的那種眷村腦筆都這樣子 可是你看綠軍的雖然罵陳水扁 罵蔡英文罵到最後還是會投 這是藍綠之間以選民結構上的差異 但是我們知道說 向中間靠攏的過程裡面 單一選舉的選舉裡面 像台灣 向中間靠攏 對候選人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選舉策略 這就是我們所介紹的叫中間選民理論 那 兩個人靠在這裡 我再花一分鐘 我丟給各位幾個問題 各位可以思考 第一個 這是兩個候選人 兩個攤販 現在假設有第三家攤販跑進來怎麼辦 他會不會改變了這個均衡 他該設在哪裡 現在有攤販C進來了 攤販C進場 好 這個人叫宋楚瑜 他的攤販要設在哪裡 好 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或者是說 目前這個沙灘不是滿滿的人 他是有不同的密度分佈的 比如說 他是分佈的 這邊一群人 這邊一群人 中間人不多 這時候兩個攤販還會向中間靠嗎 好 像這些問題就是我們所說的 中間選民理論其實進一步思考 也就是我們台灣所說的 如果台灣 我們的選民分佈不是常態分配 是成為兩極 那兩個候選人好會各自向中間靠嗎 或者候選人不只兩個 有三個 四個 那候選人策略還是中間選民理論嗎 好 這些問題當然以後 值得各位進一步思考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一個課呢 繼續來探討台灣的一些情況 好 我們在上堂課呢 針對了選舉制度的影響 我們從杜韋傑法則開始來介紹 那麼包含了我們特別介紹的 像策略性投票 或者說像是這個 所謂的中間選民理論的概念 等等 那麼這一節課呢 我們大略拉回來 看一下台灣的選舉 一些過去的一些狀況 提供各位做個參考 然後最後呢 我們會留十分鐘回到 課本的一些內容 做一些摘要的整理 那現在各位看到黑板上這篇東西呢 是我在今年的 總統跟立委選舉之前 因為我時常要去各個地方演講 所做的一個簡報的摘要 這選舉之前的摘要 但是我覺得有些部分 還是可以提供各位做個參考 所以很快的把這個部分 利用這一份簡報資料 跟各位做一些說明 當然這是放在我的那個網 個人的那個網頁下面的 所以同學們有興趣 也可以自行再上去看 我放了兩個檔案 一個是這個PowerPoint檔 另外一個是那個PDF 這是PDF檔 另外PowerPoint檔 另外有PDF檔的話 做成四格的同學 也可以自行把它下載 有些部分我們已經說過 就不再重複了 好 那時候我去外面演講 就是介紹台灣的選舉 選舉跟政黨的競爭 然後那時候預測 那時候預測台灣的 二合一的立委 跟總統大選的一些觀察等等 前面這個前言就不用講了 這邊就是對台灣選舉的介紹 那時候我們說 我們台灣的各級 習內首長選舉 是相對多數決制 又稱為領先者當選制 這大家都應該已經知道了 當選者票數不見得要過半 那麼各級民意代表 立法委員在2008年之前 台灣採取的是SNTV MMD的混合制 那當然2008年之後 就是改成了單一選區兩票制 那麼過去所謂的 複數選區的單季非讓投票制 我們上課也說過了 好 複數選區指的選區 因選名額不只一名 單季是指的每張選票 只能勸選一位候選人 非讓投是指的 候選人的得票不可轉讓 好 有別於愛爾蘭馬爾他的STV 他的優點這邊特別 我把它整理一下 各位看一下 SNTV的優點包含了 他的比例代表性 基本上還不錯 所謂的比例代表性 就指的得票率 跟席次率之間的差異 那這個過去的SNTV 我們等一下會用實際例子來看 基本上他的 每個政黨的得票率 與歧視率還算蠻接近的 小黨也有一定的生存空間 但他的缺點 我們為什麼在立委選制要改 因為他的缺點呢 容易造成同黨同志 同事操歌 候選人競選的時候的偏激取向 派閥跟地方派系容易操控選局 選風敗壞 黑金介入 黨籍不張 政黨政治難以建權發展 等等的缺點 實在是缺點遠多過優點 所以說2008年改了 那麼2008年改成了 所謂的單一選區兩票制 就是將席次減半剩下113席 單一選區就是每選區選出一名 每個縣市至少一位 這以前我們都說過 兩票制就指著 每位選民可投兩票 一票投區域立委 另外一票投政黨 那我們的新舊制的比較 這邊列一個簡單的表來說明 台灣的立委過去是225席 所以這是席次減半變113 過去有168席的SNTV 現在是73席的單一選區 這是區域立委 原住民還是SNTV 過去8席現在6席 全國部分區過去49席 現在省上34席 但是1 2的婦女保障名額 席位分配方式 過去叫做病例式的一票制 現在是叫病例式的兩票制 政黨門檻都是5% 那我們剛才所說了 過去叫做封閉式的政黨名單 現在還是 選民只能投政黨 不能挑個別的候選人 立委過去是3年 從2008年改成4年 那其他的各級民意代表呢 還是使用複數選區 單機非讓我投票制 但是每4人要有一名 婦女當選 這是地方制度法的規定 那比如說2014年 我們要選台北市的市議員 桃園縣的縣議員等等 都是採取所謂的 還是採取SNTV 那麼我們來介紹一下台灣的狀況 我們剛才已經說了杜韋傑法則 可是我們在台灣可以發現 行政首長選舉 採取所謂的單一選區的選舉制度 我們只發現 在較高層級的行政首長 政黨對決非常明顯 並且是兩黨對決 完全符合杜韋傑法則 可是呢 在基層的行政首長選舉 至少我自己的發現是 我認為 候選人的人脈 服務 派系因素 動員能力才是關鍵 跟政黨 關係不大 這是台灣 我們要分兩個層次來看 所謂的行政首長選舉 我們用實際例子來看 比如說我們看一下 從解嚴以後 1989年以後 檢嚴以後的省市長 跟縣市長選舉 是高層次的選舉的 總體得票資料 用灰底圈起來 就是得票最高的那個政黨 你可以發現 從89年到現在 每一次得票最多的政黨 不是國民黨 就是民進黨 並且兩大黨加起來 大概都是九成以上 幾乎都是九成以上的得票率 只有幾次例外 像我們剛才所說的 93年縣市長選舉 那時候新黨 拿下3.08 那麼 或者是94年 我們剛才提到的 這個30.17 這個台北市 主要是因為邵邵康 得到三成的選票 那其他的話 其實小黨拿到得票率 非常非常少 五黨籍也是如此 96年總統大選的話 那是因為林央港 林央港 還有那個其他幾位後選 陳旅安 拿下了將近四分之一的選票 那否則的話 兩大黨大概加起來 大概都是九成以上 所以政黨對決 情況其實蠻明顯的 越是現在越是如此 這是最近十年來的狀況 五黨籍 跟新黨那次的話 2001年是因為三黨 國民黨 民進黨 親民黨 共同在台北縣 推出王建宣 所以新黨得的比較多 除此之外的話 我們看一下 那麼五黨籍 跟小黨得票比率非常低 大概都是兩黨對決 情況在台灣非常明顯 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並且兩大黨 我們知道加起來 大概都是 都是九成以上的選票 這是較高層次的 行政首長選舉 可是基層選舉 各位看一下 近年的基層選舉的狀況 固然在基層的鄉鎮長 村里長 國民黨還是滿具有優勢的 可是呢 往往跟國民黨抗衡的 另外一個是五黨籍 而不是民進黨 尤其是我們看一下 很有趣的狀況 比如說2002年的 村里長選舉 請注意哦 那時候2002年 民進黨已經在中央執政 陳柯扁當總統 可是呢 在2002年的選舉裡面 村里長選舉 國民黨34.69 民進黨呢 1.67 這很難令人相信 然後最大黨叫做五黨籍 6乘3 好 2006年民進黨還是執政 國民黨26.96 民進黨1.92 五黨籍更多 7乘1 所以你可以發現 以村里長選舉來看 以村里長選舉來看 隨著台灣的政黨政治的發展 五黨籍在村里長選舉 得票率一次比一次高 五層多 六層多 七層多 七層多 所以其實 這邊顯示一個什麼例子 在我們的基層 政黨政治根本不存在 五黨籍才是最大的 因為我們也很難相信 全世界大概也很少的這種情況 一個已經在中央執政的政黨 民進黨 他既然在最基層的選舉裡面 得票率不到兩成 不是不兩成 得票率不到2% 所以其實像上一次 今年蔡英文 如果各位還記得的話 蔡英文選出之後 到各地卸票 他一直呼籲民進黨 要怎麼樣 趕快準備村里長選舉 蔡英文呼籲就是民進黨 多多投入村里長選舉 這種說法 我個人覺得完全正確 因為最基層的村里長 就是基本上就是樁腳 地方樁腳 地方的基層 你地方基層是空虛的 每次靠文宣戰 其實很難能夠持久 所以對於民進黨而言的話 無論如何 不到2% 這簡直是太令人不可思議了 所以呢 像蔡英文所說的 民進黨應該多多扎根基層 我個人覺得 從政黨政治而言 這是絕對必要 好 這是低基層選舉 基本上 民進黨這些方面 還有很大努力的空間 所以這跟高層的 我們所說的兩黨對決狀況 完全不一樣 那在民意代表部分呢 民意代表部分 我們剛才說過 過去台灣的SNTV 像第六屆2004年 你可以發現 每一個政黨的得票率 跟席次率之間差異不大 大概都是正負3%左右 得票率跟席次率非常接近 那當然2004年當年最大黨 民進黨 得票率35.72 席次39.56 我們剛才說過嘛 所有的選舉制度 都偏向對大黨有利嘛 對不對 那麼第二大黨還有力 32.83的得票率 席次率35.11 但是其他幾個小黨的話 席次率得票率之間就有差異了 但是在過去的SNTV 基本上兩大黨的幾個政黨的得票率 席次率還算是蠻接近的 好 這是2004年 改成 這個2008年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呢 國民黨區域立委得票率53.48 除國部分區51.23 總席次71.68 好 這是單一選區兩票制 那麼民進黨區域立委得票38.65 部分區36.91 總席次23.89 好 這是你可以看 求你制度本身的話 差異性是非常非常大 在計算習四方面 那等一下我們會用更明顯的例子 來給各位看一下 那 這是 我們 這個各位稍微看一下 我們在政治學上以後 我們會介紹一個叫 有效政黨數指標 下一句會介紹 就以這個公式來看 整個台灣的所謂政黨政治的 一個 一個變化 在 剛解嚴的時候 所謂有效政黨數就是說 這個數目 比如說越接近2就代表兩黨制 越接近3就代表一個三黨制 好 越接近 數字越高 代表越是多黨制 剛解嚴的時候呢 蠻接近2的 可是還不到2 1.92 代表台灣是一大一小 但是基本上兩黨制漸漸成型 到了二屆立委 2.28 到了三屆立委 新黨出來了 變成2.5 代表兩個半 兩個大一小 到了第四屆 新黨勢力下去了 變2.48 下降一點 到了第五屆立委 一下暴增到3.47 因為親民黨跟台聯成立了 變成三個半政黨 到了第六屆的話 那麼親民黨勢力下降 變3.26 到第七屆立委 國民黨一黨獨大 變成1.75 好 這一次的話 第八屆今年剛選出來 我計算出來 今年是2.23 好 2.23 又回復到比較實力階級的兩黨制 好 這以後我們會介紹 那 基層民意代表的話 那更是如此 那民意代表部分 複數選區的話 也是國民黨跟五黨集戰的 絕大部分 民進黨在基層的話 還是有待努力 在民意代表的部分 那麼這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得票率跟行事率 那麼2004年的第六屆立委選舉 每一個政黨得票率 行事率的話 其實差異性不算太大 都是我們說過3%以內 好 大概差異性還算接近 可是呢 改成了2008年 各位可以看一下 區域立委 國民黨53.49 席次率78.08 他的席次率 比得票率多了24.59 好 前一張組 大概都是3% 這個一下多了24.59 民進黨得票率38.65 席次率17.81 少了20.84% 換言之 兩個政黨的得票率之間的差距 53.49-38.65 他們之間只有14.84的得票率的差距 可是轉換成席次 那麼他們席次率的差距 一個是78.08 一個是17.81 14.84的得票率差距 可是席次卻差了60.27% 好 這個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當然反之亦然啦 那麼以後民進黨也可能 國民黨之間有這麼大的差距 不一定 這單一選區制的一個特色 那麼 相對多數學制之下的進程策略 就是我們剛才上一節課講的 中間選民理論 好 我們這邊 我想給各位做一個複習 那複數選區制之下 很有趣的情況是 我們以後在市議員選舉 還看得到過去立委選舉 第一個呢 黨內競爭 比黨籍競爭更為激烈 因為同一個政黨 要提名若干人參選 所以intraparty competition 遠遠超過interparty competition 你可以發現在台灣 你可以更剪裂成藍軍跟藍軍競爭 綠軍跟綠軍競爭 在市議員或過去立委選舉的話 國民黨候選人都知道 他們最大的敵人不是民進黨 他們最大的敵人是自己同黨的國民黨 以及親民黨跟新黨的候選人 民進黨最主要的對手 是民進黨自己的同志 跟台聯的候選人 同志之間的相殘 我們說所有的同志反目 兄弟細強 在台灣的複數選區 時常看到 小心 敵人就在你身邊 你的敵人不是其他政黨 其他政黨只是作為文宣人來罵一罵 但是真正會挖你牆角的 跟你來分時票員的 是你自己同黨的候選人 這是我們複數選區很有趣的一個特色 而在複數選區我們知道 你只要3% 住你的當選 這以前我們說過 所以呢 對於每個候選而言 旗幟鮮明 市場區隔 爭取特定少數都是必要的 如果各位以後 你想要選市議員 好 我會告訴各位 要打出旗幟鮮明的色彩 好 不要什麼像中間逼近 什麼中間選民 你穩輸的 選縣市長 選立委 你可以走中間路線 選複數選區的市議員 你一定要旗幟鮮明的 來吸引特定選民 選舉策略完全不一樣 好 這是我們上次 五度選舉的投票率 我們這邊就不再看了 好 那時候我所觀察的 就是未來的 那時候我所看到的 這個總統跟立委選舉的情況 那麼後來大部分都實現了 三張選票 一票選總統 一票選立委 一票選部分區 小黨有沒有可能生存 我認為只有在分裂投票之下 才可能存在 後來果然 台聯跟親民黨都突破了5% 都是敗分裂投票之次 那麼立委得票率大增兩成 也的確出現了 台灣過去 因為立委的話 一次是58.5 一次是59 都不到6成 後來跟總統選舉 合在一起 一下暴增成7成6 真的增加2成 所以造成很多的一些不確定性 那棄保的效應啊 後來宋楚瑜果然被棄保了 這選民的策略性 投票等等 藍綠的政黨版圖等等 也都 當然我也認為 如果立委跟總統合在一起選的話 其實 所謂的總統的一委效應 是蠻強的 這邊稍微說明一下 所謂的一委效應 所謂的covetail effect是指著 一個受歡迎的 或者說具有魅力的總統候選人 往往會帶動他們同黨的國會議員 也會選得不錯 這個叫做所謂的一委效應 就好像一群人拉著他的衣服尾巴 一起當選的這種狀況一樣 好 那這個在台灣的二合一的 立委跟總統選舉的話 一委效應其實還是蠻強的 很多的立委候選人 都靠著總統候選人 能夠拉拔 然後能夠當選 好 這是我們對於 那個台灣目前的狀況呢 很簡單的 跟大家來做一些說明 我們先把這個關掉好了 同學當然有興趣的話 我說得很快 同學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行回去再稍微看一下 好 最後呢我想我們利用 最後的半個小時時間 我們回到課本 把課本的內容 大致上做一些摘要的整理 那麼請各位翻回課本69頁 我們上次曾經說過 課本的第四章主要是介紹國體 另外介紹選舉制度 當然選舉制度的部分 我們已經在過去的這兩三個禮拜 用我們自己的分類方式 跟同學們做了更完整的一些說明 但是課本上的一些內容 我們還是稍微做一些整理 來配合我們上課的一些部分 那69頁的部分呢 首先他們所介紹的 就是所謂的單一選區制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 那麼所謂的 相對多數決的單一選區制 那課本上也做了一些描述 其實在69頁的倒數第二段 這邊也提到了 類似我們所說的 好 各位比如說 各位看到69頁的倒數第四行 好 這邊也提到了FPTP 就是所謂的First Passed Post 領先者當選制 FTPP countries tend to have two-party systems 好 傾向於有所謂的兩黨制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杜韋傑法則 他只是沒有把這名字說出來 但是基本上就是我們上課所說的 這些部分 那麼而另外一方面的話 我們看一下70頁的部分 70頁的部分呢 談到所謂的相對多數決的單一選區制 就是本身的一些優點跟缺點 我們這邊也稍微做一些整理 其實這個大概都是我們說過的東西 好 各位 比如說你們看一下70頁的第一個 Advantage of Single Member District 好 這一段一開始所說的 Politics in FTP system Tent to the center of the political spectrum 好 這是在說什麼 說所謂的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的政治呢 好 傾向於怎麼樣 好 在政治光譜的中間 這就是我們剛才所介紹的 叫做中位數選民理論 所說的東西 中間選民理論 兩個主要的候選人 會有逐漸向中間靠攏的 這樣子的一個這個趨勢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的話 那麼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好 如同下面這邊所說的 那麼它也容易產生 所謂的不比例性 就是政黨的得票率 跟習次率之間 可能會有非常大的一些這個差別 那麼這個也往往是單一選區制 無可避免的一個問題 這個我想很多同學也都知道 也就是這邊第二段 第二段這邊所說的 好 這種我們剛才也提到了 各位看到第二段第四行 第三行所說的2010年的例子 英國 英國的保守黨贏得了36%的選票 但是卻可以拿到47%的喜次 那麼這是這個在單一選區之下 時常會出現這樣子的一種狀態 而一些小小的選民的 小小的選民的得票率的轉變 往往可能造成國會裡面的政黨的習次率 大幅的轉變 我們實際上用swing這個字來說明 swing就是一種轉變嘛 像這次選舉的話在美國 我們實際上說swing state就是所謂搖擺州 小數小比例選民的搖擺 就會造成國會裡面的席次大幅度的改變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例子 那麼我再舉個更極端的例子來說 各位可以查一下 在1992年吧 1992年還是93年的 加拿大的選舉 加拿大是單一選區制 當時為了所謂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 加拿大政府宣布解散國會重新選舉 然後當時加拿大是299席 他們的執政黨在國會裡面掌握170席過半數 因為過半數150席就過半對不對 299席的國會掌握了170席的執政黨 宣布解散國會重新改選 改選完的結果 執政黨從170席變成2席 這是一項金氏紀錄 只有在單一選區才會出現 其實他就是每個選區少了一些百分比的選票 可是很不幸的在很多選區 他本來是排名第一的 就變排名第二就這樣子嘛 但是席次都沒有了 170席變2席 是非常驚人的 各位看一下這一次的日本的民主黨 也是如此啊 200多席一下變了只有幾十席而已 對不對 他不是選的 各位如果你看看總席次 民主黨跟自民黨沒有差那麼多耶 可是轉換成席次 你可能每個選區都少個什麼5%、7%而已 但是轉換成席次的話差距非常劇烈 這個是單一選區制的一個特色 所以我剛才說過台灣對不對 國民黨曾經一黨超過70% 誰知道說明下次哪次選舉 突然變成民進黨超過70% 這都有可能的 像日本就是如此啊 民主黨上次選的這麼好 這次變成自民黨選的這麼好 這個單一選區是有可能發生的 一個小比例選票的轉移 就可能造成國會中間 重大的席次上的一種變化 這單一選區制非常容易出現 好 這是關於他的這個單一選區制的一些優缺點 我們大部分也說過了 那他的disadvantage是什麼呢 各位看一下70頁下面所說的 好 這個滿有趣的現象 就是事實上呢 FTPT呢 Creates and 這邊用很有趣的字叫 artificial majority in parliament 什麼叫artificial majority 一種人為的多數 我們剛才所說的 他並不是真的是多數 往往可能百分之三十幾的選票 在國會裡面就可以獲得過半數 所以這種過半數往往是一種人為的 是種artificial的 因為機械效應嘛對不對 造成的情況 即使是兩輪絕對多數決 他也是一種人工製造出來的多數 因為到第二輪只剩下兩個候選人了 被迫有一個人一定要過半 好 這都是 是不是選民自然的反應不見得 好 他是一種artificial的 所謂的一種 所謂的majority 這是蠻有趣的 同學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麼主要是因為是 所謂勝者全拿的一種狀況 但是這邊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好 各位看一下 這個這一段的 最後面兩三項人所說的 美國所採取的單一選區制 他經過了非常多年的一些演化 他已經逐漸的形成了 好 各位看在這邊所說的 叫做perfectly gerrymander 非常完美的竭力榮園 為什麼呢 因為都是單一選區制 美國每十年進行選區重劃一次 所以往往逐漸逐漸有形成怎麼樣 共和黨把共和黨的有利的地區 都劃在同一個選區 民主黨也把民主黨的勢力範圍 劃在同一個選區 經過了幾十年來到了現在 在許多的共和黨選區 共和黨永遠當選 在許多民主黨的選區裡面 民主黨永遠當選 所以兩大勢力基本上已經確定了 其實台灣有沒有這種狀況 好像某些選區永遠是國民黨的 某些選區好像永遠是民進黨 然後如果以後台灣的單一選區 再經過若干年的話 你也會逐漸發現這種現象越來越明顯 所以呢 你可以發現 如同這邊所統計的 經過電腦的模擬各式各樣的畫法 事實上在美國 現在眾議院裡面 435個眾議院選區裡面 大概有400個選區 都是對於兩黨而言都是safe的 都是安全選區 所以435個選區有高達400個 就是共和黨民主黨幾乎永遠當選 不會改變的 那真正在swing在改變的非常非常少 而台灣實施單一選區 未來有沒有可能產生這樣子的狀態 當然也是一個值得我們觀察的 而這個下面一段也說的很有趣 單一選區制 當然我們所說的 逐漸會形成兩黨制 而這兩個大黨本身也越來越像 各位看到這邊所說的 The two big parties often sound alike 那麼而這種情況之下導致什麼樣 導致許多選民覺得很無聊 兩個大黨越來越像嘛 或是說兩個爛蘋果 對不對都那麼爛 所以會導致什麼樣 一個所謂low turn out 投票率會降低 投票率逐漸降低 反正兩個都差不多 兩個都不好 那兩黨制的情況之下 而導致很多的實施兩黨制 像美國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投票率的降低 事實上這是有統計資料的 我們把全世界實施單一選區制的國家 跟比例代表制的國家 來做一個統計分析 你可以發現 平均起來 歐洲國家實施比例代表制的國家的投票率 一般來說 平均起來是高於 單一選區制的國家 像英美這些國家 大概百分之十左右 百分之十左右 這個在台灣大概很難想像 因為歐洲的國家實施比例代表制 選民主要 我們說過還是以政黨為主要投票對象 現在雖然可以允許你投一些個人 可是政黨還是主要投票對象 在台灣很難想像 如果投給政黨 竟然投票率還那麼高 你看歐洲國家競選過程非常緩和 對不對也沒什麼太激烈的 什麼候選人整天花車跑來跑去 然後就是一些政黨的標籤 可是投票率應該就滿高的 那這個大概平均 還是說比例代表制的話 投票率我們說過比單一選區制 大概高百分之十左右 其實從政治學理論來解釋是有可能的 因為比例代表制的話 我們剛才說過選票比較不會有被浪費的疑慮 選民都知道我投給這個政黨 只要這個政黨多一些支持 他在國會裡面就有可能多一些席次 所以選民不會擔心浪費選票 選民不會刻意的進行策略性投票或棄保 對不對 小黨沒有關係嘛 只要我們大家要支持這個小黨 這個小黨就會多一些得票 就會多一些席次嘛 所以他的選民心理上 就不會特別有浪費選票的這種考量 但是在單一選區制之下 一些支持小黨候選人 除非你策略性的投票棄保 否則很多人就不投票了 或是說兩個大董的差不多都很爛 對不對 兩個爛蘋果為什麼要挑一個 很多人就不想投了 投票率自然會降低 所以從理論上而言的話 歐洲國家實施比例代表制 投票率高於單一選區制 是可以理解的 當然這對台灣不太習慣 因為我們主要是選人為主 對不對 看到政黨就怪怪的 所以這是不太一樣的這個地方 但是的確在歐洲國家是存在的 好 這是第一個關於單一選區制 當然這邊所指的是單一選區相對多數決制 它的一些優點跟缺點 課本上的一些討論 大部分呢 我們在之前的兩三個禮拜也都介紹過了 所以我們再只是簡單的跟各位做一些說明 那再接下來呢 是探討到比例代表制 同樣呢 他對比例代表制也大略做一些說明 然後呢也介紹了他的一些優點 缺點 那麼這個我們剛才也大概請各位翻到72頁 在72頁的優點缺點的部分 我們大致上也都介紹過 我們這邊也做一些簡單的複習 比例代表制呢 當然他的優點 基本上就是指的他的比例代表性比較好 每一個政黨的得票率跟歧視率 還算是比較接近的 然後呢各種多元的意見也比較容易彰顯 不會所有的政黨都向中間靠 大家都這個 所謂的這個 會在意識形態的光譜呢 會分散開來 不會說都向中間靠攏 所以各種意見 各種政黨你都會有機會做選擇 這是比例代表制的優點 那麼當然他的缺點 很可能呢 就是說容易造成多黨林立的狀態 往往的很多歐洲國家必須時常形成聯合政府 當然聯合政府不見得一定不穩定 但是除非有特殊的政治文化 但是呢 否則大部分很多國家 我們過去的歷史 像法國第四共和 像威馬共和等等 聯合政府都是陷入長期的政治不穩定 當然也不利於所謂的長期的政策的推動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像法國第四共和最具有代表性 法國第四共和呢是從1945年到1958年 1958年第五共和出現了 1945年到1958年 十三年裡面 法國第四共和總共倒閣二十六次 平均每半年一次 但事實上呢 法國的第四共和的 二十六個內閣的倒閣 任期最長的十一個月 我記得 最短的五個小時 那這種政府 他怎麼可能推動什麼 長期的經濟建設什麼計畫 你推出個什麼五年計畫 誰會相信啊 你最多只做了一年而已 你就倒了對不對 所以當然不利於所謂 長期的政策的規劃 或推動 會比較困難啦 因為沒有人會相信 好 當然這個對於國家的整體發展 尤其像當時的法國 二十大戰之後 百費待舉 然後整天倒閣 那整個國家怎麼發展得起來 所以才會大家萬眾一心 這個期盼 這個二十大戰的民族英雄 戴高樂出來對不對 解決這個困境 才會有第五共和的出現 所以這是沒有辦法 就是你聯合內閣的話 多黨林立的話 往往可能會讓國家陷入不穩 當然現在很多歐洲國家 多黨政府還是還不錯啦 那麼像很多的國家的話 並不見得會時常倒閣 那是他們比較特殊的 比如說共識型的政治文化 就我們下一集會談論到 等等會造成像歐洲很多國家 北歐啊西歐一些國家 雖然是聯合政府 像德國也如此 現在梅克爾的政府 也維持滿久的時間 所以呢這個情況之下 以後我們還要進一步的討論 但是無論如何 這是大家所認為 比例代表制 形成多黨政治之後 當然最不利的就是 往往可能造成國家的政局不穩 那還有一個地方 我們稍微說明一下 請各位翻回來前面七十一頁 七十一頁各位看一下 這個Comparing 這個所謂比較 他這邊是稍微介紹一下 法國跟德國的 比較特殊的選舉 我們說過這不是特殊 已經成為很重要的選舉制度的分類 所以我們特別把他 這個法國的兩人決選制 跟德國的連立制 特別花了一些時間加以介紹 但這個課本上一個資料有點錯誤 請同學更改一下 各位看一下這個Comparing的右邊 第六行的地方 他這邊所指的是 德國的單一選區的選區是有328 有沒有 起碼那邊改成299 我們剛才已經說過了 德國過去是328 沒錯 德國過去的話 總席次是656 那最近十年 他們也是席次做減少 現在變成598席了 所以目前的區域部分 他們只剩下299席 所以這個部分 那麼課本還是錯的 請把它更改為299 那大致上呢 這就是我們對於課本內容 比照我們過去三個禮拜的討論 所做的一些這個說明 那我們大致上呢 這學期的課大概就到這個地方 那最後請各位看到72這邊 我稍微說一下 他最後面用了一小節 72到75頁 大致介紹一個state跟economy 那這個部分 我們在第二章跟第三章 已經花了非常多的時間介紹 就是關於這個所謂的福利國家 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那在這幾個軸 在這幾個意識形態上 將國家分為不同的一些種類 但因為這些的話 我們都在過去已經做了介紹了 就是保守主義 自由主義 現在自由主義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不再加以 就等於說是比較重複的部分 所以同學們自行看一下 就可以了 就是關於經濟體系 跟國家的這個制度選擇之間的關聯性 那麼這都是在重複 我們過去的東西 我們就不再重複的來加以討論 所以這一章的話 我們主要還是放在制度選擇的話 我們經濟制度部分就不再做介紹 只是探討選舉制度 跟國家的體制 這些部分的討論 好 我想我們大致上就 欸 竟然還有十分鐘 好 我們大致上就說到這個地方為止 幫助這先說到這個步驟 找詞 隊伏在講人 回答 HasN'T 穩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